那我不如分享我自己初初為何喝了Wing的反應 簡單說吧,其實初初我有很多問題 一路身體都很差,看了很多年中醫 整個人都是黃的,手掌、腳板都是黃的 一路身體都很差,因為以前喝了喝太多,生活不檢點 有得吃有得玩,盡情去玩 一路看,終於看了十年,但都超過十年了 每一次經歷來頭都很痛,很辛苦 後期去到是出濕疹,出濕疹之餘就開始尿道鹽 那我第一包遇到Wing,因為我和我媽去買頸箍給我媽 那人就說送一包給你喝吧 那我就說送一包給我不愛了 我說我喝過哲司的那些不行,很甜 我說我接受不了甜的東西,因為一路我都不敢喝甜的 因為我家是家族性糖尿病的 那我就說我不喝了 他說送給你的,很好的 我說你這麼有誠意,我買頸箍給你送一包給我就隨便 那我就回公司拿著這包東西看看 這包是什麼來的 然後別人給我喝,我也要了解的 那我就上去網上打這個名字 第一個Youtube就遇到Sushi講的廣東話介紹這產品 我當時聽,我一路喝,我就喝 一路喝水,我知道要喝水,喝得這些東西就要喝水 那時候其實我正常是尿道鹽 我已經半年的尿道鹽沒有好過 反反覆覆去炎尿啊,中菌啊 那我就說,為什麼吃了幾服的那些藥都不行 那我醫生就說,其實如果這次尿道鹽不行呢 我就建議你進醫院照膀胱的,他懷疑我的膀胱生爺 那我說,醫生不是吧 我說這麼大的症狀,我很怕去看醫生的 那接著,好,喝 那一路喝的時候,就發覺那肚子開始搞肚痛 那我突然間好肚痛 然後就突然肚痛了,放了個屁 那說,哇,真的很醜,真的很醜 我後面有個同事的嘛 那我馬上衝去廁所,真的忍不住 然後真的,馬上推進去坐下 就去了很大堆大便 那堆大便是大得很深色的那些,好像很濕熱的那些 整個坑是滿了的 那很臭 那你知道呢,大便跟著小便一起的嘛 咦,我感覺到小便開始不是那種赤痛啊 咦,我說這包什麼鬼來的呢 我說,咦,不錯啊 那我跟著,我跟著小便開始,真的沒有這麼熱 其實那時候很辛苦的 斷斷斷斷的,之後裡面是滾的 那好吧,那我跟著出來,我問那個女士 送給我那個人吧 我說,你這包什麼來的呢 那,多好,多好,抗氧化,抗發炎 那個人來不懂解釋給我聽 那我說,行了,行了,不用了 他叫我入會 我說,啊,不要啦 我說,我傳銷的東西不適合我 說實話 我說,我只是買來喝的 我說,如果真的我喝得好 入會是不是問題買貨 我說,我不會做這個事業的 那好吧,然後他說,不如你又買幾多盒 那我說,買這麼多盒幹什麼 我說,不好了 我說,不如這樣吧 你多貴都好,你買一盒給我再試一下 我說,如果好的,我跟著你又會沒有問題 我說,其實我家裡,你知道嗎 我幾千元的健康產品放在我家裡 我剛剛又入了那些叫做什麼 家 那叫做 不知道是美樂家還是哪一種的產品 我都不記得很多什麼靈芝 那些我整個屋都是 我說,不好了 我說,我真的花了很多錢 我說,其實我不是錢的問題 而後買了我 然後丟掉,不適合就 他說,好吧,好吧 我說,你隨便吧 800元一盒,我就幫你800元一盒 我說,我喝完一盒 我就回來幫你買 好,就回來幫你買 不好,我就以後不喝了 他說,好吧,好吧 不用給我錢 你拿去喝吧 我說,不是多好 我就紮了一千元在他店裡 我說,一千元擺著 我說,到時怎麼算都好 我就說,好吧 我知道我喝健康產品 不是喝一包 我就說,那裡寫著SUSI 一天不知 三次每次一包 我說,一天喝四次 每次一包 剛剛好,那時28包裝 我喝了一個星期 然後喝,咦? 喝完第二天 真的沒有了 真的不興又不笑 好像平時那樣 我說,這麼有趣 這包裝飲料 一直喝七天 然後在那七天期間 我要回去西醫福層 看我驗疗報告 有沒有菌 那個醫生就跟我說 小姐,你沒事 沒有菌 其實我是不建議你再吃藥 不如你進醫院 我說,醫生不用了 我說沒事了 他說,為什麼 我覺得現在沒事了 康復了 沒事就不用吃,不用驗 我走了 拿回報告就走了 接著我喝了一個星期 之後我就回去跟她入會了 其實我發覺很快 那個炎症真的很快退 我就覺得這個產品很好 自此之後 開始我介紹我姐姐喝了 我姐姐就說 咦?這是什麼來的? 我說,抗氧化 什麼抗發炎 你喝不喝? 好吧,好吧 你先拿一盒給我 當時入會是十盒的 我就給了一盒 我姐姐說 我姐姐說 她喝了兩個星期 她喝了兩個星期 她就喝了兩包 她明顯咳嗽沒有滲尿 她以前咳嗽 便會滲滲出來 喝了之後 咳嗽的時候 沒有滲滲的情況 我今天分享到這裡 將來再跟你們分享 大一点 感谢 感谢 感谢